手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刀锋划过 既不能割破表皮 又要完好保留猪蹄四个指节 大骨和蹄筋全部去除 只剩下一副有趣的皮囊 现在中空的猪蹄将在马西莫手里重获新生 盐 胡椒等调味料混合 比例和用量是家族的配方 猪皮和肉搅碎 猪蹄充当容器 馅料满满灌入 经过这番脱胎换骨 猪蹄摇身一变 成为摩德纳最富盛名的特产 猪蹄香肉 70摄氏度低温烘烤 猪蹄保持红润色泽 免于湿水变硬 虽然当地已有流水线式的大规模生产 但马西莫更习惯父辈传下来的方法 五个小时后 猪蹄香肉告成 馅料的油脂与鲜味 自内向外浸透表层 紧绷的猪皮 绑定一束香润缠绵 内在深得香肠真谛 外在更有猪皮加持 这是意大利人的美食智慧 如何用神来之笔点画出题 中国南方小镇有另一个答案 手工酿造黄酒 在囚家已传承近百年 68岁的囚星玉 在酒房劳作半个多世纪 遇到重要环节 依然要亲自出马 糯米和麦区发酵时 搅拌控温透气 俗成开耙 事关酿造品质 好酒需要慢慢酝酿 对待食物 也有些人愿意耐心等待 造化与成就美味的 也许就是时间 球星玉和老伴在小镇生活大半生 食物的味道亲切如初 小火慢炖数小时 树体质含的胶原蛋白 部分融化成粘软的胶质 这只是起点 更令人着迷的风味 需要回酒房找寻 经历三个月冬季发酵 终于迎来炸酒时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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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cel天 与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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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因为是 premise 调食重压下,生酒透过布袋渗出 利用古物酿酒,制酒后的残留 中国人称之为酒糟 在虫人又叫做糟泥 这些糟泥并不会被浪费 糟,既是调料的称呼,也特指一种食物加工方法 加入食盐,使糟泥增味 球家的糟泥有10%左右的酒精存留 脂肪、氨基酸和蛋白质含量丰富 团成球状入坛,继续发酵一年以上 酒糟、微生物加上时间和球星域的经验 在坂子里一同酝酿 长江中下游地区 用九糟制作的食物统成糟货 在上海 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 黄酒 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 吊起过滤 获得清澈亮丽的糟炉 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 浸泡猪蹄 蛋白质熟化 冷藏一夜 糟猪蹄 玉洁冰青 鲜爽不腻 手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吊糟的猪蹄只需两天即可享用 而崇仁遭猪蹄 则需要漫长的守候 糟泥有一整年的时间从容转化 开谈瞬间 酒香弥漫 香糟是决定食物风味的关键 猪蹄简单熟致 滋味完全托付给香糟 用香糟覆盖食物 藏层包裹 这是从人青睐的干糟 耳变丝膜中 猪蹄悄然蜕变 它等来的不仅是厚重酒香 还有发酵产生的清新鲜味 一周后 迎来开谈之时 颤抖的胶质 剑朔的提睛 红润鲜香的油污 表里通透 遭祸之味 比酒醇厚 比酱清淡 是跃进沧桑后的淡泊 又自然的带有一种老于世故的深沉回味 是跃进沧桑后的淡泊 是跃进沧桑后的淡泊